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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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接著來講 就是 剛剛提到 就像我們走路 我們可以先設定目標 從A點到B點 再從B點到C點 同樣的我們先做一種反向思考 我們從C點回過頭來看B點 再回過頭來看A點 看看我們當初 這種比較直線式的思考 是不是有哪些地方疏忽了 或者說我們對於裡面的某些要點 的認知 比較不充足的 這時候透過這種 雙向的反向的思考 可以去把它做補足 這都是基礎 再來才談到說 所謂的多元性的思考 開放的思考 那像晴木先生這邊提到的 像我們爬山 爬到了一個山頭 我們就要事故去看一看 然後也是去反省一下 剛剛我們的整個過程裡面 有沒有哪些是被我們疏忽 遺漏或者不夠重視的 再來從這個山頭 要到第二個山頭 那我們就會去修正 我們接下來要怎麼樣去前往第二個山頭 那到了第二個山頭 也是同樣要去做這樣子的疑問跟思考 如果有老師有學長有同學可以請教 那是很幸福的事情 可是如果說沒有 就像我們剛剛比喻的 一座山在山腳下有很多的人在活動 你的身邊可能有幾十個人上百個人跟你一起 可是越往山裡面去走 越去探索 跟你在同一條路上的人數就會越來越少 到最後等你到了那種深山裡面 那真的是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 我們中國的詩歌就常常講說 念天地之憂憂 獨創然而替下 那一種事故茫茫 也沒有善之事 也沒有同學 也沒有同修 那種心情 真的是要能夠耐得住寂寞 耐得住淒涼 所以一定要能夠在這條路上 能夠找到一些 讓自己有活力 而且有熱情的方法 那請問先生剛剛提到說 學問學問 問也佔了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要能夠去思考 去懷疑 去提問題 但是那個懷疑 不是說對我們過去所做的一切 所學的一切 通通都懷疑 那反而又是交往過正了 讀書我們要會疑 但是不是說 對於過去完全否定 完全不相信 所以會懷疑跟會讀書 其實是相輔相成的 不能夠因為會懷疑 所以連書都不讀了 這裡講一個題外話 很多學佛的人 在接觸到了所謂的 般若空性的時候 就是無自性空 就很容易不小心 就變成是懷疑 甚至就否定 既然這個也是無自性 那個也無自性 這個也空那個也空 到最後可能就連涅槃 連三寶 連佛法 也都一切都空了 甚至連整個中間的摸索的過程 也認為說那個也是空的 既然是空的 就等於不摸索 所以很多剛開始學佛 接觸到屬於空中思想的人 不小心就會掉到這種陷阱裡面 我們常說在禪觀的過程之中 容易掉入到所謂的舒服禪 那樣子的陷阱 其實在學波羅空中的時候 不小心也會掉進去 就是一切皆空 然後就一切通通懷疑 一切通通都不去做 甚至連過程也都通通懷疑 這是要小心的 好 那我們再把話題拉回來 就是說講到 我們已經把屬於先秦的 這些重要的史學的著作都看過了 那現在是不是馬上要去讀 漢朝司馬遷的史記呢 請問先生說 在這個時候其實應該稍微停下來 做一個整理 甚至要能夠跳出來 那怎麼跳出來 請各位看一下 他說我們有司馬遷的史記 它影響到後來各個朝代官方的正統的史書 都是按照司馬遷的史記 都是按照司馬遷的史記 那種格式去寫的 但是在司馬遷的史記之前 我們前面讀過了 上書 春秋 山傳 國語 果冊等等 那這麼長的歷史 甚至於在所謂的上書的更早的 也還有我們所謂的傳說中的歷史 就是說 雖然沒有辦法找到實際上的文獻資料 或者是實際上的這些歷史文物來證明 但是一般我們認為說 還有傳說中的什麼 三皇五帝那個階段 那也都是很長的時間 那在這一些這麼長的時間裡面 難道就只有這一些歷史書籍嗎 或者說在那麼長的時間裡面 這幾本歷史書籍所記載的 就是很完整 而且是很正確的嗎 有沒有哪些東西根本是被遺漏了 或者有哪些東西雖然被記錄下來 可是記錄的不完整 或者是有缺失的呢 所以秦布先生在這邊 他就不急著先去讀漢朝司馬遷的史記 而是稍微暫停一下 稍微醞釀一下 然後自己試著去提問題 當然我們心裡面有這種疑問的時候 第一個應該先問問自己 而不是說有了疑問 馬上去找老師 把老師當成是一個 隨時可以解答疑問的人 當然在絕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所提的問題 老師應該都已經思考過了 或是說他也從別的學生那邊 也聽到過這些問題了 但是有一些問題 可能老師可以直接的回答 那有一些問題呢 其實更需要學生自己先用心 自己試著去摸索出答案 可能學生自己摸索出來的答案 也許不是很正確 也許不是很完整 可是對這個學生而言 就是一次很好的學習的機會 學習的經驗 而不是說有問題了 好馬上去問老師 然後馬上得到回答 看起來好像你的問題得到解答了 事實上也代表你失去了一次 學習的機會 所以我再額外再發揮一下 當我們在學習的時候 有了問題 最好先自己問自己 自己試試看去找答案 但是現在很多人有問題了 很簡單到網路上稍微搜尋一下 就可以看到網路上有很多答案 網路上的這些答案可以參考 但是也要注意到一個狀況 就是說一般人在網路上找的答案 到底這些答案是哪裡來的 是誰把這些答案放在網路上的 他當初把這些答案放在網路上 他的用意是什麼 可能很多人就沒有去思考這個問題 反正有問題就是網路上搜尋一下 然後就有很多的答案 也許網路上的這一些答案 也許網路上的這一些答案 或者說網路上的很多的資訊 他可以去滿足一般人 不管是在生活工作學習 甚至休閒娛樂的 不是那麼專業的需求 那你有事情就是上網路上搜尋一下 然後你找到一個 你覺得好像說得通 好像也可以接受的答案 然後你就心滿意足了 這個對於一般人的生活 工作學習或者休閒娛樂的需求 其實也算是可以滿足了 但是如果說要進一步 是比較屬於專業的 或者是要更深入更完整的解答 那在網路上搜尋到的答案 往往不能滿足這個要求 因為網路它本身不會提供答案 網路只是一個工具 網路上的答案都是很多的人 把自己的想法把它放在網路上 提供給大家參考的 那這些人可能是誰呢 可能是一個國中生 可能是一個高中生 可能是一個大學生 可能是一個研究生 或者是某些社會人士 當然也有可能是一些專家學者等等 也就是說網路上的東西 它的來源是非常複雜的 可能有專業的人 也可能有一般的社會人士 也有可能只是在學校裡面的學生 他就把自己在學校裡面 學習的心得 或者在學校裡面 做報告的心得 直接放到上面去 他當然是出於一種好意跟善意 或者是分享 就是把好東西跟好朋友分享 這樣子的一種態度 但是如果說是要比較嚴謹 比較深入的去做學問的時候 那事實上網路上的東西 能夠提供的幫助就不是那麼大 而且網路現在其實已經變成是 我們生活中比較普遍的 比較生活化的一部分了 換句話說 要從網路去看到 對於某一個問題很完整很深入的討論 其實是不容易 假如說在網路上有 對於某一個問題 有一萬個答案的話 可能裡面的九千個答案 都是屬於非常生活化 非常普遍化的答案 一萬個裡面有九千個 等於是百分之九十 剩下的可能只有百分之十 或者少於百分之十的答案 才是屬於比較深入的 或者是比較有條理性的一種 思考跟表達 所以我們在使用網路 如果是去處理關於生活 或者說工作人際關係 休閒娛樂這一方面的 那網路能夠提供的答案 還算恰當 可是如果說是對於研究學問 或者要去做比較有條理的思考 跟推論的話 那網路上的資料 確實是不太夠的 這是由網路本身的性質來決定 並不是說網路故意要那麼做 而是因為網路上的資料 就是來自於各種的人 他基於自己原始的用心 然後把答案放在網路上 主要的是很多社會人士 或者有很多人是學生 站在一種分享的角度 或者覺得有趣啊 好玩啊 很好笑啊 就可以把這東西放在網路上 真正要去做專業的討論 可能還是要進入到比較專業性的 學術社群才有辦法 好那我們就回到螢幕上 請問先生認為說我們已經把 屬於中國先秦的這些史學的著作 都已經有過接觸了 自己這個時候不急著馬上去讀漢朝司馬遷的實際 而是應該稍微停下來去消化一下 然後去思考一下自己能夠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中國歷史中國文化一直要到西周初年才有上書 這是從我們整個中國上古時期 甚至包含了神話傳說時期都是很漫長的時間 這麼漫長的時間 最後我們看到的第一本史學的著作是上書 難道上書所記錄的內容 可以把這麼漫長的上古的歷史 甚至包含神話傳說時期的歷史 通通都記錄下來了嗎 這個是我們在讀書的時候 心裡面要有的疑問 這個疑問在剛開始讀上書的時候 提出來可能還不恰當 因為我們還沒有基礎 現在假設我們已經把上書已經讀過了 已經有了基礎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去進一步思考說 那更古老的神話傳說的歷史 我們要怎麼樣去思考 或者我們要怎麼樣去研究它 學習它呢 那就要求我們能夠從已經學過的上書的內容 要能夠跳出來 跳出來不代表去否定上書的價值 甚至可以說是站在上書的基礎上 然後我們去做思考 我們去做學習 就好像說我們已經到達了一座山的山峰 這一座山叫做上書 我們這個上書這一門課已經學好了 我們已經站到山頂上了 這時候我們就要看看 哎呀 四周圍 假設我們現在要去爬山 我們是從第一座山叫做上書開始爬 那我們已經爬到上書了 那我們接下來選定的第二座山叫做春秋經 那麼從上書到春秋經這一條學習的路上 兩邊會有很多的山 我們目前沒有辦法去真正的去爬它 真正的去站在它的上面 可是我們心裡面要懂得 要這樣子的去思考 去做反省 因為我們不可能說我現在人又在這條路上 又在那條路上 這不太符合我們的生活經驗 除非我們會分身 我們現在人同時又在台灣 同時又在大陸 同時又在美國 在一邊的狀況之下這是不可能的 我們今天正在爬的這座山叫做上書 我們很努力的去爬 我們已經站到它的一個頂上了 我們接下來爬的第二座山叫做春秋經 所以我們要從上書出發前往春秋經 那旁邊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山 是我們現階段不太可能去攀登的 但是我們在心裡面要去做這樣子的思考 要去做這樣子的一種反省 好 請看螢幕 他說我們應該問為什麼有了上書 那隔了蠻長的時間 又有孔子所寫的春秋呢 為什麼不繼續一開始我們通通就以上書的寫法 上書的格式架構 就把我們中國歷史就按照一個系統記錄下來就好了呢 為什麼有了上書之後 過了五百年 這是一個整數 過了五百年到了孔子 他卻沒有繼續用上書的格式 而是自己用了春秋的格式 然後又隔了五百年 這也是一個大概的數字 隔了五百年之後就變成是漢朝的司馬遷 他也沒有繼續用上書的格式 也沒有繼續用孔子春秋的格式 而是他自己另外去規劃出來一個新的格式 來記錄歷史 為什麼會這樣 前面提到說學問學問 剛開始就是要老實的學 很踏實的學 那個是打基礎 慢慢的就要開始去問 那怎麼問呢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問為什麼 為什麼是這樣 為什麼是這樣 那我們的為什麼可能有很多 但是慢慢的 當我們在某個領域裡面 就是越深入的時候 很多大大小小的為什麼 他會慢慢慢慢的集中 集中不代表說 那一些沒有被集中的不重要 不是 而是我們會發現很多大大小小的為什麼 他其實會是從某一個根源點產生的 我們剛開始看到這個地方也有一個為什麼 那個地方有一個為什麼 就好像說我們用瓦斯爐在燒熱水 水快要開的時候 就會好多好多的泡泡開始冒起來 如果我們只注意到這個水壺最上面的時候 你就發現說到處都有泡泡冒起來 如果說我們用的是一個透明的 比如說玻璃的那個水壺 我們會注意到說 原來這些泡泡都是從最底下 那個地方開始冒起來的 我們會從注意到表面有好多好多的為什麼 看起來都不太相干 可是慢慢的我們更深入去思考的時候 會發現說這些就是大大小小的為什麼 這些問題都可以慢慢的被歸納集中 就會從幾個很根本性的問題所產生的 所以我們就會懂得說 或去針對那個最底層的最根源性的那幾個 為什麼去做思考 那就可以發揮一種提綱竊領的效果 就像剛剛錢穆先生所說的 有了上書 為什麼孔子沒有繼續用上書的格式 而是自己要用春秋經的格式來記錄歷史 到了漢朝司馬遷 他為什麼沒有繼續用上書跟春秋經的歷史 而是自己要另外用一個史記的那種格式 那種架構來記錄歷史來整理歷史 這就是我們可以去注意到的 而不是說用趕入的心態 就是把很多東西通通都學過了 把很多東西通通都塞到腦子裡了 可是完全不知道去思考 完全不懂得去提問題 這個問題就像前面先生所說的 中國人長久以來 在我們的文化傳統裡面 對於經典都很重視 可是反而是比較後面的這些史學的著作 沒有去尊重上書 沒有去尊重春秋 反而去尊重史記呢 為什麼上書跟春秋 沒有被認為是叫做正史 就是以後各個朝代 他們官方的正統的史書 都不是用上書跟春秋的那種格式那種寫法 而是要用司馬遷的史記 他的格式他的寫法 為什麼 他一定有道理 不能說因為司馬遷的史記 寫得是最完整最豐富 所以每個朝代都要按照史記的那種寫法來寫 因為事實上史記他所紀錄 或他所整理的整個時間的段落 是從中國最早的時候三皇五帝開始 然後一直到漢朝 所以史記這本書所記載的整個時間的跨度 真的是很長 但是從史記以後各個朝代他們官方的正統的史書 原則上只要去整理前一個朝代到自己本身這個朝代的歷史就好了 我們這邊可以稍微想一下 以後各個朝代的歷史都是去按照司馬遷史記這一本書的結構 這一本書的寫法來寫 可是事實上司馬遷的史記他這本書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他是對於過去的歷史做一個極大層的總整理 所以史記這本書他描寫的時間的起點 是從三皇五帝然後一路到漢朝 整個時間跨度是最長的 可是從史記以後各個朝代官方的正統的史書 他們不需要像史記那樣子 也是一樣從盤古開天辟地一直整理下來 因為前面的這個部分史記已經處理好了 所以以後的每個朝代只要去整理自己前面的那個朝代 到自己就好了 很簡單 我這個朝代一定是去推翻或者繼承前面那個朝代的 那我就把前面那個朝代的歷史把它整理好 然後繼續記錄我們這個朝代自己的歷史 可是每一個朝代一直就算到他亡國的時候 屬於自己這個朝代的歷史一定是還沒有寫完的 還正在寫的 寫到什麼時候 寫到自己這個朝代亡國為止 那沒寫完要由誰來寫呢 由下一個朝代的人來寫 所以每個朝代的人都去記錄自己朝代的歷史 可是這個歷史是不會完成的 都要留下資料 讓下一個朝代的人 根據我們自己留下的材料 把自己這個朝代歷史寫下來 所以就有點像是在跑賽跑一樣 跑接立賽 一棒交給第二棒 二棒交給第三棒 三棒交給第四棒 每個朝代都去整理前一個朝代的歷史 每個朝代都寫下自己的歷史 可是永遠是進行事 永遠沒有完成 那到這個朝代滅亡的時候 那資料就留下來 又讓下一個朝代的人來整理 可是既然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每一個朝代 後面每個朝代都會去用司馬遷史記的那種格式 那種架構來寫呢 司馬遷史記 他的格式 他的架構 到底有什麼 很精彩很重要的地方 能夠讓接下來的各個朝代 都是以司馬遷史記 來當做一種榜樣 當做一種模範 而不是用上書來做為模範 而不是用春秋經來做為一個模範 這個就是我們在學 屬於我們中國的歷史學的時候 可以超過這些一本一本的單獨的史書 有一種整體的眼光 一種超越性的眼光 一種超越性的眼光來做思考 一種超越性的眼光來做思考 問題都在書本以外了 是屬於你能夠憑空的 就是你能夠跳出來 能夠超越出來 才能夠去做這樣的思考 所以讀書人自己要能夠懂得發問 但是卻不一定馬上能找到答案 而且這個答案我們剛剛說過了 也不要覺得說我有答案 我去網路上去找 找到某個答案了 這個答案很好 那我就已經得到我要的 事實上很多答案 它不會馬上出現 或者說能夠馬上找到的答案 大概都不是完整的答案 更重要的是要有這一種求知的精神 跟求知的動力 就不要覺得說找到了 就這樣子就好了 我就不要再花心思了 這個不是做學問 不是求知的精神 就像今天有了問題 去討論請教我們的老師 請教我們的學長 請教我們的同學 大家集思廣益 找到了一個很好的答案了 但是也不要就滿足於這個答案 不是說老師給的答案不對 不是說學長給的答案不對 而是說要提醒自己 要有求知的精神 這些答案都很好 然後我要繼續的努力下去 我想這個就是請問先生說 不一定能夠找到答案 可是也不要急著馬上找答案 如果這個問題是對你來講是很有吸引力的 或者你認為它很重要的 那更不應該急著在幾個月之間 三五年之間就找到答案 你甚至可以花十年二十年的功夫 到時候找到的答案就是非常的深入 而且是非常的完整 所以在這裡跟各位補充一下 要有那種求知的精神跟求知的動力 並不是說老師給你的答案 學長給你的答案 或者網路上找到的答案 就不好或者就不對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自己本身那個心態 要能夠更深入 而且要有那一種 繼續努力去求知的動力 唯者強調這個動力的部分 那這動力在哪裡來 首先就是要讓自己在這一條 就是做學問這個摸索的這條路上 能夠找到樂趣 應該可以把它稱為就是叫做學習的樂趣 如果說學習是因為旁邊有個力量 逼迫你去學習 那當這個力量不再逼迫你的時候 你可能就不願意學習了 或是說你的學習是為了達到某一個目標 當你目標達到之後 你可能也不願意去學習了 所以有很多學生努力的讀書 就是為了能夠考上好的高中 就是為了能夠考上好的大學 可是一旦他考上好的高中 好的大學好的研究所之後呢 他整個就鬆懈下來 因為他沒有在學習的過程之中找到樂趣 這個道理我想 其實在修行 我們說在學佛過程也是一樣 如果說你學佛是為了某些目標 當這些目標達成之後 那接下來你還會去學佛嗎 這有一點就是像我們講的 我們最早的發心 叫做出發心 你的出發心如果是很正確的 而且是跟你的生命是互相呼應的 那這條路你走起來 雖然不見得說一學佛之後 什麼事情就很順遂了 可是你內在會有一個動力 而且你會覺得說在這條路走下來 就算是跌跌撞撞 你還是會覺得有那股樂趣 有那個熱情會在 可是如果說你學佛是為了保佑你身體平安 保佑你全家大小平安 保佑你事業順利的 保佑什麼什麼東西 等到你得到這個保佑之後 你會擔心 我如果不繼續學佛的話 是不是要保佑就沒有了 那你用這種擔心來學佛 可能一路上走起來 沒有辦法感受到那個 學佛的生命力跟熱情 學佛是如此 在工作跟生活是如此 那麼在讀書做學問也是如此 特別在讀書做學問的時候 要有那一個求知的精神 不要覺得說很快的找到答案了 然後就滿足了 那這問題就解決了 就沒事了 如果你把問題看成是一個 很想要趕快解決 解決完就沒事 就沒有負擔 如果用這種心態來讀書做學問的話 真的是很辛苦 甚至可能說就有一點浪費工夫 浪費時間了 如果說你在讀書做學問的時候 你有那一種求知的精神 而且在這過程中 你可以有樂趣的話 那相信你在讀書做學問的過程之中 你會越讀越快樂 剛開始的時候 有老師有學長有同學 可是等到你的基礎已經足夠了 你繼續去深入專研的時候 可能是沒有老師 沒有學長 沒有同學 但是你仍然可以承受那一股寂寞 甚至把那個寂寞化為一種動力 得到一種樂趣 所以秦木先生把那種急著到處去趕路 那種心態 他把它稱之為是一種急功盡力的功利主義 急著要成果 那個成果可能就代表說 我已經拿到一個學位了 我是碩士 我是博士 我是副教授 我是教授 我是專家 我是大師 那種心態 那種心態 確實就是一種急功盡力的功利主義 他就是在趕路 一直趕路 一直趕路 然後在他身上就有很多很多的證件 很多很多的證明書 證明這個人已經學有所成了 已經是大師 已經是專家了 他的身上就一直背著這些東西 可是他不太能夠感受到學問的樂趣 所以秦木先生提醒說 在學術的一種研究跟學習上 不要著急 問題也許不能夠馬上就解決 那就要去有那種求知 求真的精神 要能夠繼續的去挖掘 繼續的去深入 有一點點像是 我覺得那個爬山的比喻還是很好的 你在三角下 可能有幾百人 幾千人跟你在一起活動 大家聊天也覺得很熱鬧 你稍微進入一點 到半山腰 可能只剩下幾十個人 你到更深入的地方 可能只剩下十幾個人 七八個人 再深入一點 可能只剩下兩三個人 再深入 只剩下你一個人 真的要能夠耐得住寂寞 而且也不要急著有成績 急著有答案 這種好像拼命在趕路 急著有成績 急著有答案的 歸根究底就是因為有一種 急功近利的態度 這種態度來做學問 不太能夠享受到做學問的樂趣 還有學問本身的魅力 跟那種熱情 所以在中國的文化裡面 不管是儒家 道家 或是我們的其他的這些諸子百家 認為說見識要深厚 有一點像我們常常講的 萬丈高樓平地起 你要蓋高樓 你這個地基一定要先打得很穩固 而且可能我們自己以為說 我這個地基已經打得很穩固了 然後就一層一層往上蓋 在蓋的途中才發現說 不對 原來我以為我的地基已經很穩固了 我的基礎已經打得很好了 當你越往上面走的時候 你越能夠回過頭來看自己走過的路 看自己原來的那個基礎 那個地基打得夠不夠厚 夠不夠穩 那這當然是做學問 然後我們用蓋一個高樓來做比喻 當然現在如果你要蓋一個高樓 你就要先有一個施工的藍圖 照著那個藍圖去施工 可是一般人在整個學習 做學問的過程之中 他畢竟跟蓋高樓一開始就有一個藍圖 是不一樣的 就像在剛開始學習的時候 旁邊有老師有學長 給我們很多的提醒跟建議 我們也照著做了 我們也覺得說自己的基礎已經夠了 可是在一直往上去學習的時候 我們越來越能夠回過頭來反省 回過頭來觀察 然後發現說原來我以為我的地基 我的基礎已經夠了 現在發現又還不夠 又需要回過頭來去做補充去做加強 所以用蓋高樓來形容做學問 大體上是對的 但是如果真正的蓋高樓 不可能回過頭來重新去補強那個地基 因為你的整個鋼筋、鋼骨的結構都已經完成了 但做學問不一樣 做學問他可以一而再、再而三 重新回來去加強補充自己的基礎 自己所打的地基 甚至可以對我們過去所學的過程 也一樣一再的去補充它、去修正它 因為畢竟學問我們可以把它形容成是一個生命 不是一個冷冰冰的物質的結構而已 所以前生提到說 在我們中國的文化傳統裡面 要求一個讀書人 他在做學問的時候 他的見識要深厚 不要有那種急功近利、功利主義的態度 那麼在整個學習過程之中 到了某個階段 要懂得稍微停下來 做一個總回顧、總整理 能夠從所學的東西裡面跳出台 然後周圍去看一看 超越書本、超越文字 讓自己去做一個更多元的思考 好學深思 讓自己的頭腦裡面不要急著找答案 可是要有那種求知的精神 越來越深入 接下來這個頭影片 是前文先生面對當時來參加講座的人來說 在座的人可能有很多是讀自然科學的、理工的、社會科學等等的 那以他們自己的經驗 科學上很多大的發現 都是從小問題 然後慢慢慢慢 花一輩子的功夫去解答它 可能花個三年、五年、十年、八年 甚至三五十年都有可能 從一個問題然後一直深入一直深入 越深入越擴大到最後才會在科學上會有重大的發現 比如說蘋果掉下來 大家都看過這個狀況 可是就需要有人針對這個問題去進行深入的思考 他不會簡單的接收 比如說自古以來就是那樣 所以蘋果掉下來是很正常的 是不需要去懷疑的 但是就是有人去思考這樣子的問題 到最後就發現出來說 原來是有一個萬有引力的原則 不管是屬於自然科學方面的研究 或者是屬於我們人文的這種研究也好 大問題一下子研究不出來沒有關係 可以先針對一個小問題 那有可能我們今天所認為的大問題 在以後不是大問題 我們今天先研究的小問題 後來才發現說更深入之後 小問題也變成大問題 重點就是說我們在研究過程裡面 一直去深入一直去深入 因為在整個學術界或者整個文化界 不是只有我們一個人在單打獨鬥 然後會有同時有很多同一個領域的 相類似的領域的 甚至有看起來表面上不太相關領域的 但是都能夠去好像玩拼圖一樣 是可以互相配合互相借鑑的 因此常常提到說 他山之石可以公喻 就是可以站在別人的角度 然後甚至可以做一些提醒 做一些補充 讓我們自己本科系 也能夠轉化一下思想 然後就會有新的突破跟創建 所以他說做學問就要有這樣子的精神 或者這就是一個知識分子 他的整個生命 他的生命的特質 他的整個生命的活力就在這個地方 能夠去發問能夠去思考跳出來 然後去做不要受到原來的局限 然後也不要急著求答案 對於書本我們不否認它的價值 可是對於書本要能夠一本一本 然後一步一步的去讀 讀了之後又能夠超越這個書本之外 一直讀 好像就是我們的基礎 我們的整個學習的過程 就像在爬山一樣 做事山爬完了 爬到一個定點 就能夠四周去看一看 那開始去懂得發問 這個在學習過程上 就是說要能夠爬得更高 然後看得更遠 能夠高瞻遠足 又能夠博覽縱觀 像這樣子的一種方法 其實在中國的整個學術思想的傳統裡面 我們本身就有這一套學習方法 這套學習方法當然跟我們現代的 從什麼教育啊 什麼什麼認知哲學等等 當然都有提到 只不過這套方法 在我們中國古代 並沒有特別被集結起來 然後成為好像一個學科 讓所有的學生都能夠先知道 這套方法大概都是在一些老先生 他是用這種方法來帶自己的門下的弟子 同樣的能夠懂得去思考去發問 懂得有這一種求知的精神 特別是面對今天的網路的狀況 那要更小心一點 我們剛剛說了網路上的資料 面對一般的生活的問題 大概還可以解答 可是當要進入比較有系統 而且是更深入的討論的時候 那要小心網路的資料 由於它本身的性質 以及它的來源 所以網路資料在使用的時候 要更謹慎去做一些選擇跟判斷 那回到這裡 我們也稍微對今天課程 去做一個小的結論 就是說我們的歷史文化那麼長 有上古時期神話傳說時代 然後後來就是到夏商周 那到周代的時候 然後開始集結出來成為上書 再來就孔子 史經又往後走 那孔子又集結成為春秋 再來又走到了漢朝司馬遷 又再做一個極大成的整理 然後他寫出來的史記 那假設 從司馬遷的史記到錢穆先生那個時候 到我們這個時候 又過了很多年 已經到現代了 那中國以後的史學會往什麼地方發展呢 這就是現代的研究史學的人 應該去思考的問題 不能只停留在上書 不能只停留在春秋 不能只停留在史記 我們現代人 我們以後的史學的發展 會用怎樣的格式 會用怎樣的思考 去寫我們接下來的歷史 這個是錢穆先生他這一段話 除了談到他自己的學習方法之外 也點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中國現在跟接下來的史學發展 要往什麼地方去 好 那我想這個問題 也提出來給大家來做共同的思考 今天課程就先做到這邊 謝謝